小张的心事 记录真实服务民生 欢迎收看生活567 家住吉林渔树的小张啊 今年30多岁了 他和媳妇女儿一家三口 过着平静的日子 可是小张说 他最近有点烦 那他究竟烦什么呢 是他自己有什么事 还是为他的家人烦心呢 咱们这就去看一看吧 这个蹲下来要摘豆角的人 就是小张 你看他 摆弄了两下豆角就起身走了 还踢了一脚 小张说 今天的晚饭 他是不打算准备了 媳妇下班回家 找不到晚饭吃 小张可怎么应对呀 哎 今天晚上吃啥呀 晚上咱俩不有生菜生饭吗 对我一口多了 早上做这些东西 今天没做饭呢 东西没吃 不愿意吃 这家一天饭没做呀 面对媳妇的埋怨 小张有口难言 因为他有件事 瞒着媳妇 他开始躲着媳妇 当他坐到旁边 一起看电视的时候 小张就走开了 那小张的媳妇 就没觉得丈夫 有什么不对劲呢 小张到底遇到什么事 让他对媳妇保密 自己又这么烦呢 太难受了 可以用煎熬来心 都到了煎熬的地步了 小张不会想不开吧 我吃也吃不少 睡也睡不一样 看电视也看没去 走哪都有一种牵挂 总行着这个事 你看这查不思 犯不想的劲 小张到底有什么心事呢 这还得从这天上午 小张的经历说起 原来小张身体不太好 最近需要经常去打针 这天上午 小张打完针后 没有直接回家 打完针之后 挺难受的 我就是上那边买菜 但在市场上 绕了一圈之后 小张拎着菜出来的时候 他就觉得不对 身体感觉特不舒服 心也难受 腿也发吐 走不动道了 小张勉强走出了菜市场 可市场到公交车站 二三百米的距离 似乎变长了 他踉跄着往前走两步 竟然一屁股坐到了马路上 出去的话 这里也都出汗了 实在是太难受了 坐公交车回家 还站得住吗 不行了 我就打个车 因为还得逼着人 还得等 我就随便就过了个车 我就打个车走 我就坐到后排了 把东西放到后边 往一坐 然后看下边 就会是新风 不会是自己眼花 看错了 小张又一点点低头 凑近了看 新风鼓鼓的 这是什么东西呢 我感觉对我是个好人 小张还没来得及多想 就快到家了 把菜各方大 归隆归隆 再往手跨着 那一瞬间就见着了 小张拿着菜和新风下了车 一步步蹭到了家门口 正好媳妇上班 女儿去了姥姥家 进了屋 小张小心翼翼的打开牛皮纸信风 这个信风里到底装的是什么东西呢 看了有钱 这么一厚打子 有多少钱呢 小张仔细的数着 数到了一千 两千 还没数完 到底有多少钱呢 他数了一万五千 一万五千元 从天而降 平静的生活 掀起涟漪 留下还是归还 这个问题困扰着小张 小张最终会做出怎样的决定 请继续收看小张的心事 一万五千元 这么多钱放哪呢 小张开始在家里头四处找地方 他还不想告诉家人 也不知道怎么办 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哪个地方更保险一些呢 我就偷偷把钱放进来 放到我家固 可自从钱放起来以后 小张的心事就一天比一天重了 不愿干 心里做有事 不咋愿意去 往那一躺 小张的心事源于这一万五千元钱 可光在家想能想出什么结果呢 小张和媳妇七年前结婚 女儿今年六岁 家里并不富裕 房子和里面的家具 都是结婚时 亲戚朋友东拼西凑帮忙置办 我媳妇跟我结婚时 我老鼻子皮疗还苦了 这么不年 一点怨也没有 我二人 我孩子我也没给他 像你那穿的那么好 吃的那么好 衣服也很少买 基本上都是人家捡旧的那种 挺愧旧的 可能对不起他 如果有了这一万五千元钱 他家会有多大的变化呢 变入这一万五千元 对于我家来说 改变太大 也犹豫了 太太需要这一万五 你的床已经坏了 我连这脑子呢 我都没有 我还记得 加了这一万五 我还可以记得这脑子 他想到自己身体不好 这个家全靠媳妇一个人 一万五千元 相当于媳妇一年多的收入 我二人上班挣一千多点 他的嗓子每到冬天都疼 就那污水 就那个药味给他呛 和那眼睛都流泪 其实我也挺理解他 小张又想到了父母 一个人来到父母家 父母正忙着食到院子里的废品 也没问小张有什么事 小张什么也没说 就回来了 他找到了什么答案呢 我父母这些年挺不易 我想过 但是这一万五千元 只为说解决 也是暂时的一个问题 小张又来到约父母家 看女儿童童 他能找到答案吗 在约父母家的院子里 小张看到女儿跟小朋友们 玩得很开心 小张帮助女儿 躲开了小毛驴的纠缠 他感觉到对女儿的愧疚 这使他对一万五千元的处理 更有意 我正把这一万五千元留下 也是解决一个暂时的一个问题 但是也因为这个一万五 也许会给别人造成更大的伤害 也许说他的一万五 说看病或什么救急的钱 也许或者是因为他的一万五丢了 他也走了极端了 或者出现什么一万 我会也会遇行不安 因为我丢过钱 我理解别人 小张捡到这一万五千元 已经有好几天了 他该拿这一万五怎么办呢 经过一番思考 在捡到钱后的第四天 小张做出了最后决定 他要去寻找施主 可是到哪去找呢 咱们接着往下看 通过媒体 因为媒体他的力量大 才得沉默速度很快 就是说能第一时间 他能帮他找到施主 小张找到了当地电视台 一看就是一个并不太富裕的 因为他从他脚上有时候写是不写 小张和电视台记者 一起把钱交到了于树市公安局 没有这种报复了 交到哪儿我心里就踏着 寻找施主的消息播出了 小张能找到施主吗 在09年8月12日上午 我们接到一个赵先生的电话 他当时说在渝树市区内 丢了一万五千元钱 他家是长存市 公安局给我打电话 说那个施主找到了 他们已经做完笔录了 确认完之后了 你们进行一下交集 公安局就把我叫起来 然后看到施主 民情给施主办理了认领施务的相关手续 随即将一万五千元现金交到了他的手中 为了表示感谢 施主老赵非要拿出一些钱给小张 小张把一万五千元钱完好无损的 交还到了施主手里 他说这比他去年 捡两千元钱还给施主 还要高兴 但钱交还之后 他还有一点点心烦 这又从何说起呢 这事我不想让任何人知道 我喜欢和我家亲属 我都不想让他知道 原来小张都把一万五千元 归还给了施主 他还没对家人朋友说起这事呢 那他的家人知道他捡钱的事吗 我一直都不知道这件事 到后来都很长时间了 他再跟我说 他说交出去了 我还能怎么办呢 我也不能给他怎么样 要回来不忍事 当时肯定我心里边也不大高兴 那么小张的父母知道这件事吗 他们会怎么想呢 记者和小张来到他父母家 经过媒体的报道 小张的事在当地传开了 你们对小张的做法怎么看呢 如果是我呀 使得这笔钱呢 我也会经过一段思想斗争 但考虑到丢钱 那种疾惑的心情呢 我也会把钱交给组织的 张会全这种做法 值得我们学习 这种实惊不媚的精神 值得弘扬 作为一个农业大县 作为农民群众 集聚的一个县市 我们觉得应该充分地弘扬 张会全的这种实惊不媚的精神 用这种小的精神 带动余数百万人民 提高文明素质 达到一个心地境界 现在小张的生活又恢复了瓶颈 由于他平时身体比较差 还得继续呢 在家里休养 而家庭的重担 也就只能由媳妇扛着了 虽然他对自己的媳妇很内疚 但是有一点他不会变 那就是做一个有爱心的好人 在这里我们祝愿小张早日恢复健康 也祝愿他们一家生活的幸福快乐 说起电动车呀 主要是靠电来提供动力的 因此 电动车的电池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车子跑得多快 跑得多远 就全靠着电池了 假如半道上电池没电了 那可就麻烦了 这不 江苏无锡的老曹 就遇上了这样的麻烦事 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家住无锡玉琪镇的老曹 是位业余摄影师 在镇上开了家工作室 专门给附近的工厂提供一些影像服务 经常频繁往来于家工作室和客户之间 所以选择了电动车作为交通工具 就是买了第二辆车吧 第二辆 一个它比较经济 还有一个使用起来也比较方便 可是这辆电动车骑了不到一年 问题就出现了 就在不久前 这辆车还和老曹闹起了别扭 让老曹是哭笑不得呀 那天和往上一样 老曹在附近的古镇拍了些照片 回家的路上 他就觉得这车有些不对劲 放楼墙里换了不能动 起来可能一下子就跨坛 拖下去 第一次肯定是没经验的了 我也不知道什么毛病了 从来没有碰到这样的情况 老曹傻眼了 是哪里出现了问题呢 这潜不着村 后不着地的 该如何是好呢 这会儿 他响起了一个车辆救援组织的电话 于是赶紧拨通了电话 喂 这不无中心吗 我的车出问题了 大约三十分钟后 救援车辆找到了老曹 我回来帮你看一下吧 行行行 你放这种情况 主要是因为你这个电池没有电了 怎么会没电了呢 昨天下午回来就冲好的 而且这车使了还不到两年 看你说这电池不会这么快就没电了 你看现在有电了 刚开始是那个 现在是没电 现在开始这边 现在是有电了 等技术人员换好电池后 车子还真的走起来了 看来真的是电池没电造成 在技术人员的建议下 第二天 老曹来到一家工厂的检测中心 他很想知道 这块电池究竟是怎么了 检测中心的工程师 接待了老曹后 迅速给电池进行检测 目前电动车使用的电池 都是千酸电池 每组电池是由四小块 12伏的小电池组成 检测过程是要对整块电池 进行反复充放电 于是每小块电池的 电压电流变化数据 会传到计算机上 那么老曹的电池 检测结果究竟是怎样的呢 老曹送过来的这组电池 放电末期的最高电压是11.587伏 最低电压 就是这一节电池的电压是9.726伏 最高和最低电压的压差已经超过两伏 说明它这个电池的整组的一致性已经 就是非常的差 其中有一节电池的寿命 已经衰竭到了极限 专家说 老曹的这块电池已经出现了老化的迹象 那么正常情况下 这种千酸电池的寿命究竟有多长呢 根据我们的实验结果来看 普通的千酸电池 在100到150个循环 最多达到200个循环 就达到了寿命的中止 按照这个充放电的频率 一般的千酸电池寿命 应该在两年左右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 会影响到电池的寿命呢 用户去充电的时候 都是把这个电池充电器连接上以后 它就去毛炸的事情 因为我们也不可能 在这个过程中去特别多的关注 直接的过程会导致这个电池的湿水 不是电池的这个尿性不帅气 从一次电池就往上 一直充到天亮网 这个叉头上面一叉 就这么充 一个晚上 电动车的电池按要求 每次充电必须要充够6到8个小时 由于时间太长 很多人都和老曹一样 有这样的习惯 在检测中心 工程师给我们看了很多 因为过度充电造成损坏的电池 一个是充电器 主要是由于充电器 它的充电模式和它的充电时间过长 也就是它在后期没有进行一个自动的保护 那么如何不让电池过度充电呢 最佳方案就是选择带保护装置的充电器 因为充电器对于电池来说非常重要 普通的充电器或者劣质的充电器 由于它的低程度没有加这些保护电路 在这个过程中 它就是一个电源 它虽然说充满了 但后期它这个是电 还有一个很小的电流 约约不断地充到这个电池里面 它持续充 它会以电池造成无量的充电器 数码外充的充电器 它在把电池的电量充满以后 它会自动把这个断掉 充入电池的这个电流 这个就是说 你完全是智能型的 什么傻瓜 就是它 你哪怕充24小时 它都不会出任何问题 新日专家提示 一 温度对电池充电影响很大 温度太高 容易将电池充骨 温度太低 电池可能会充不满 这样都会影响电池的寿命 二 电动车电池 至少每一个月充放电一次 三 如果电动车长时间不使用 一定要将电池充满电后停放 再次使用前 再充一次电 四 电动车起始过程中 如果出现电量不足的报警 建议不要再继续使用 长期过度放电 也会影响电池寿命 老曹没想到啊 自己遭遇半炉熄火的尴尬 原来是因为电池这么快 就出现了老化现象 要知道 换一块电池也要花不少钱呢 在这里我们也提醒 家中有电动车的乡村百姓 为了避免出现这样的麻烦事 您充电的时候啊 千万要注意时间 另外呢 还要注意选择充电器 这样您的出行才会更加方便 好了 生活了 接合您在一起 明天同一时间 读音和您不见不散 您想让自己的家园 患然一新吗 您想让居住的村庄更加美丽吗 赶快报名参加 四季木哥太阳能 五千元 改储改位行动吧 现在报名 就有机会赢得 五千元装修基金 更有专业设计师 为您免费设计 不花一分钱 就能拥有全新的储备和愿落 报名方法 拨打栏目电话 010-6219-3567 详情可登陆 央视国际网站 生活物流期栏目 网页查询